羊肉 面粉 如此极简的食材 怎么就能制作出 韩城人的年味美食 羊肉糊粑呢 先做这个羊肉扫子 讲究它这个切的纹理 对 七大八小 七大八小 一两肉七块大的 八块小的 制作羊肉糊粑 先要制作羊肉扫子 羊肉扫子要用肉质 更为坚韧的羊腿肉 薛师傅说 肉块太大不容易入味 块太小就没了嚼头 光有羊腿肉肉香还不够 这时候就需要另一种 白白嫩嫩的食材加入了 锅里面现在先放油 先消油 羊油 羊油跟羊肉 它味更适合 对啊 热锅里放入一块块羊油 在高温下 羊油从白色块状逐渐融化 随着融化 羊油独特的香味 慢慢散发 它的关键步骤就在这个 拿一勺子上 慢慢地拿水要焖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围在锅边 是 馋得不行 每次做这个就浴室快过年了 一会儿熟了以后 你吃得最香的 当羊腿肉跟羊油在锅中相遇的一刹那 羊肉的肉香味也在瞬间爆发 羊腿肉要在锅里炒十多分钟 这个时间里 薛师傅要给味道调查员 紧急培训一下制作面食的记忆 他说羊肉糊巴需要面食的加入 在陕西 过节 家家户户离不开饺子 在寒城 过节除了吃饺子 还一定要吃馄饨 还是迷你绣针款的小馄饨 只是这个小馄饨包起来 可不是容易的事 咱们这用的是什么馅 馄饨 全面才用 小拇指大小的锈针馄饨 您吃过吗 这馄饨就是坛坛圆圆的意思 如果说小馄饨是迷你版的圆 接下来的面食就是迷你版的方 这面里边好像加到什么 芝麻 芝麻 现在这么小的豆豆 对 像柱子一样 像柱子豆 打麻将了 我炸了 火了 炸蛋 我炸了 我炸了 棋子豆跟小馄饨一样 都是当地人过节 必不可少的美食 把面揉得光亮筋道 搓成细长条 再切成小方块 小小的方方的 特别可爱 哦 土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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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倒了就成了是吧 年过年吃到土 不是像爆米花一样 听说过过年吃土的嘛 而且这土还会开 跟水似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将当地的土炒热 放入一颗颗棋子豆 用铲子翻炒 当棋子豆的颜色 逐渐变黄 浓浓的面香散发出来 就代表着棋子豆熟了 小馄饨和棋子豆 制作好了 我们的羊肉汤底 也差不多了 到了该家密料的时间了 这里面能透露 放了些什么东西吗 告诉我可以 不行 也不行 尝了多少袋了 这密料 好几袋了 调料跟这个盐 不能提前放 一放下去就沉底了 薛师傅说 羊肉糊吧 从爷爷的爷爷的那辈 就开始制作 一代代人将蜜料 不断地改良 现在独家蜜料 一共有两种 这两种蜜料 要在炖煮不同阶段加入 第一种蜜料 长得像花椒面 有着浓郁的复合型香味 主要是给羊肉去山 在羊肉炖煮的时间里 薛师傅开始揉面 做饼 这个饼跟羊肉糊 有什么关系呢 开始做 做饼 改原就行 改原就行 改方也行 改方也行 跟我降低要求到这个难度 就是 卷 就成劲 在幅度 在幅度了 一层一层的 对啊 你看它是分成一层一层的了 又底下还暗藏玄机呢 就放在那个锅边上 对 糊不就是会饼丝丝的意思 揉好的面擀成圆形的面饼后 放到油光的烙锅上烙制 再放到炉子里进行烤制 在饼烤制的时间里 到了给羊肉加第二轮蜜料的时间了 羊油辣椒都煮过几个料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又是秘密王 是 一点都不能透露一样呗 不行 羊油制作的油辣椒 使羊肉汤底 瞬间换上了火红的外衣 羊肉的鲜香味 与油辣椒的辣香味 完美地融合 这时候 再加入薛师傅的第二种独家蜜料 他说这个蜜料的作用是增香 肉香 辣香 调料香 汇聚一锅 这个热辣红货的羊肉汤底 与荞麦合了搭配 就是羊肉合了 与饼丝搭配 就是羊肉糊 这都是韩城人节日里 心心念念的味道 香了 香了 吃起来就特别爽 了杂了 了杂了 再来一碗 一道道火热饭菜背后 包含直达心灵的温暖 好 好 好